就是这段印度媒体 威翁专访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的新闻 引发中共跳脚 中共驻印度大使馆发言人 还对印度媒体指手画脚 要硬媒不可称台湾为国家 面对中共强烈措辞 专访吴钊燮的主播夏马强硬挥击 夏马在推特晒出 中共的警告信函写道 中共可以先承认克什米尔拉达克 阿鲁纳赛尔邦是印度的一部分吗 尊重主权是互相的 最后还直接标记中华民国外交部的推特写道 非常高兴能有这段访谈 而中共威胁印度媒体再度吃鱉 民进党立委王定宁也说 中共永远不了解 永远把别人家当他家 把自己的规矩当别人家的规矩 他永远不了解民主国家 电视台报道什么 当地政府都不太能管了 何况你是外国政府 不晓得尊重各电视台的自主运作 发函警告 结果让民主国家一片哗然 所以中国四处制造主权纷争 把别人的领土当自己的地方 又把自己以为所有的媒体都信党 除了闹笑话以外 现在变成全球自由民主国家 渐渐的不吃中共的这一套 其实这并不是中共战狼式外交 第一次遭印度反击 先前中共驻印度大使馆 在中华民国国庆 企图对印度媒体施压 要求报道 台湾时需要遵守一中原则 引发印度各界反弹 新唐妮雅的电视 赵婷玉 整理报道